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Kenny有趣新聞報導 我是Kenny 今天第一宗夜新聞會跟大家說說 港姐黃家文包姐 涉藥貓被裁定罪成 准補息至2月21日判刑 2019年港姐冠軍黃家文的包姐黃耳婷 被指於社交媒體發布影片 顯示一隻小貓被放入洗衣機後 洗衣機而開動旋轉日長達14秒 黃耳婷否認一看殘酷對待動物罪後受審 今日7日在屯門法院被裁定罪成 裁判官直指 不見得藥貓片段 有與人分享或是開玩笑的價值 被告獲准保釋 至2月21日後程 期間他索取感化及社會服務令報告 最後裁判官考慮案情 及被告沒有暴力傾向 批准將小貓交還被告照顧 但告解他千萬不要因為這次的裁決 結果而遷怒於小貓 這宗新聞是非常好笑的 這女兒竟然把貓放入洗衣機 然後開機 我想她是抱著一個非常人的心態 因為她的貓是一個公仔 所以打算把貓放入洗衣機 替她洗乾淨 所以非常搞笑 下一則新聞 今天第二則新聞是 大埔殺興案 疑兇性情孤僻 常惠所事及家人吵架 昨日6日是年初日 人一前夕 大埔杜山路下 田寮下一村 村屋發生蟹人聽聞六巡親弟殺興案 據了解 疑兇中山絕學 曾有段時間外出工作 但經濟上 只要靠家人接濟 性格亦孤僻 其居所 頗為簡陋 有如一間棚仔的寮屋 傷她死者 住處約一百米 生活寮島 而死者生前 和她老母 和這間七八尺的村屋 據悉 准君兒康行為 表現如此 家人從無對她感到嫌棄 亦在經濟方面盡力支持 但有人常惠所視情 和家人爭執 鄰居亦不時聽聞有人吵架 又據現場消息指 昨天6日下午4時左右 有鄰居聽攝氏的村屋 發出吵架聲 但由於雙方用客家話對話 所以不太明白有關內容 之後警方接獲 而空置電報案 自單位內有人暈倒 相約時間加用 亦回到上旨 為甚麼呢 見到死者倒臥血泊 大驚下翼報警求助 救護員到場後 經檢驗後 約晚上7點11分證實 血泊腫的事主當場死亡 與此同時 警方抵抗 在現場一帶搜查 發現儀胸坐在祠堂對開位置 身上衣物也染有血跡 警員隨即向儀胸查問員偉 有人在言語之間 暗示和案件有關 警員立即將他出拘捕 據了解 死者大69歲 是退休人士 疑胸64歲 根據警方 初步檢視 死者身上有多處刀傷 致命死因有待查驗 此外 警方便將疑胸轉軟 這則新聞 是說一個六十多歲的弟弟 是懷疑他哥哥的 因為今天是七號 所以就是人一 我想儀胸是六十四歲 儀胸是六十四歲 儀胸是六十四歲 我想是因為 他的弟弟不想我哥哥 過到今天 今天是人一 這個做法 這個做法 是 六八刀痛死的哥哥 是身表遺憾的 是可以反映到 六十四歲的儀胸 是非常可以表達他的情緒 因為他不會表達他的情緒 所以 還有 是想 他哥哥幫他哥 解決他的煩惱 所以 他哥哥 所以 他哥哥 就不會太危險 好 這則新聞 報道完畢 今天第三則新聞 就是 警方拘捕一人 涉非發炎放煙花 警方拘捕一名男子 涉嫌非發炎放煙花 警方指示檢獲的煙花發射器 共兩組由一百個圓桶組成 警方連賽二晚接報 有人在九龍塘火石炎放煙花 到場發現 兩組已炎放煙花發射器 九龍城區 重案組接手調查 翻開閉路電視機 昨天在九龍城一個單位拘捕 一個43歲男子 涉嫌試意或疏忽避然放煙花或爆竹 以致對任何人造成損害或危險 正調查煙花的來源 這則新聞說 有人在新年時 非發放煙花 而我本人 非常不集同這個行為 因為 個別人士放的煙花 非發 非常少量 不夠美 所以在審美角度 我認為政府買的煙花幾百萬一次 非常龐大和壯觀 才是值得放的煙花 而少量的煙花 是非常不值得放 因為它的美觀度 是不及幾百萬的煙花 好 今次新聞到 今日新聞報道完畢 祝各位 今日初七 年初七 人日快樂 祝大家生日快樂 好 多謝 再會